在今天7月10日的谷草野菜 有一匹冷马是特别值得你留意的 这匹马就是第5场四班谷草千亿米的6号马 胜利神区 这匹马现时是一匹二十多倍的大冷马 为什么这匹马特别值得你留意? 如果你去第5场的实力马那里看 这场的赛事其实放途马不多 讲千亿或者短途的放途实力马 而凌落的跑法本身不是一匹快放的马匹 而你看到他这一仗是非常之慢放才跑到第3 而这场的赛事这匹的胜利神区 就是一匹千亿米的放途实力马 就是说在这场的赛事 加上这匹马又教这匹营络牌较久的档位 因此在这场的赛事 这匹的胜利神区 是有非常大的机会 是放途跑的 如果这匹马放途跑 不单止机会大 如果他放途跑的话 你就会见到他的能力了 这匹马前仗在田草千亿米放途 是放途入Q 他是在一场被中等报处慢一点的报处里放 而不断加速入Q 以及做一个正的时间指数 这一日是好点的赛事 他这场的赛事 他是仅仅输给那匹 如果你看胜利神区 他仅仅输给这匹的以战上胜 以战上胜 升三班都入坏的 现在跑1400的话 不单止这样 在这场赛事 这匹的胜利神区 和日池千里 全部来自735的 而他是弹脱这匹的日池千里 日池千里 树杖再出田草千亿 都是入Q的 而这匹的日池千里 在这场赛事 是赤二门 4.3倍的赤二门 而这匹前仗 在田草长直路 1200米放头 和梅连斯特加速的 胜利神区 竟然有20多倍的赛率 因此 如果你把这两匹马力做一个比较 很明显 这匹的胜利神区 是一匹非常直博的 1200米实力分子 当然 这匹的日池千里 绝对不可以扔 这匹是一匹质身马 可以放在前面走 没断 适得加速的 但无论如何 如果是说拨 WIN 或者MARBLE 这场的赛事 这匹的冷马 胜利神区 便特别值得你留意了 因为这场放头马不多 它可以放在前面放 没断游 适得加速的 因此 这一日 第五场 冷马 胜利神区 特别值得你留意 这匹马 你是可以 用来买WIN 如果临场有赔率的话 当然 也可以考虑 MARBLE 甚至 QPQ的胆 拖几匹短的 去和第二的场合 买过关 如何用几百元下注 最容易帮你赢过满 其实你只需要做两个非常简单的步骤 第一个步骤 就是打开你的职业排位计算表 专业版 如果你还没有的话 建议你现在立即在这条影片下面 就是红色框 这个位置 要订阅 请去以下 按进去 你就可以立即拥有职业排位计算表 专业版了 第二个步骤 当你有了专业版之后 就打开职业排位计算表 以后每一天的赛事 当日哪些赛事 是有真正实力马存在 其实你一看便知道 如果你用这些 有真正实力马存在的 主力赛事的马匹 来买过关的话 其实你只需要几百元下注 便可享有非常多的赢过万机会 例如上季的季初 开罗日 9月11日 这一天 就有三场的赛事 是全有真正的实力马 第四场 第九场 第十场 而在职业排位计算表里面 我们会用红色字来代表这些场子 所以你只需要按进去 这些红色字的尝试 实力马那里 便知道 这些是哪一类马了 例如这一天 就有三场 如果你用其中的第四场 第九场 买Q过关的话 10元一注 可得十三十六百元 整本只有只值得更多 这两场是更多的 你可以获得派载是一万三千六百多的 例如 你如果只需要用这两场的红色 墙子来买 单币过关的话 10元一注的 三百六元 你可以收到 十三万七千多的 当然了 如果这一天你用这三场 买3,400个关的话 5元住的成本是683 是可以收300万 因为三场都 过世关了 买3元一住 都可以收180多万 又例如上季 是谷草开落日9月14日 这一天第2场第4场是红色的 即是说这两场是有真正的实力码存在 如果你拿着这两场买Q过关 成本是300元 是可以收14000元的 当然了 如果你拿着这两场买单贴过关10元住的成本是400 是可以收85000元的 换言之 当你有了职业排位计算表专业版之后 其实以后 每个赛日 你只需要用几百元来住 是会有非常多的 赢过万机会的 这些就全部都是用者 即是职业排位计算表的用者 用几百元来住 是赢过万的实例 432元来住 是收33万 560元来住 是收10万 6百多元来住 是收7万6 240元来住 是收6万2 270元来住 270元来住 是收4万2 270元来住 是收3万7 是收3万4 所以 如果你现在还没有职业排位计算表 当然 建议你 立刻在这条片的下面 按进去这个位置 你就可以立刻拥有职业排位计算表专业版了 记住 当你有了职业排位计算表专业版之后 在未来的赛日用几百元来住 而可以收个万 各位人士 分分钟就是你了